好 那我们现在看整个大环境 联者会现在这一次是暗兵不动 但是现在目前就说可能 在年底前会升起两码 但这个股市好像对这样的讯息 没有被吓到 还蛮乐观的 为什么 聂老师 我觉得这样子 这里有一个图表 让大家知道一下 这一次大概联者会所讲的话 我们大概搜寻了一下 那么其实他谈的就不外乎 总体经济的几个重要变数 一个经济成长 还有一个通膨 还有一个失业 这是我们总体经济 最主要的三大变数 那美国有讲到 那我先讲一下 我们一定要做比较详细的解读 这是一定要的 但是也不要过度解读 我觉得市场现在有点过度解读 据我所看到的媒体所讲的 好像说强调的是 联准在年底还会升两码 我先试问一个简单的问题 我们从以前到现在 我不要说多说 21世纪以来 不管升起降起 请问它是什么叫循环 这是美国最典型叫 升起循环 降起循环 降起循环在景气不好 在Darkcom的时候 在这个Internet的时候 在Bubble的时候 还有这个Fanancial Tramie 也就是金融海啸的时候 你会发觉 它一产生破点的时候 它降起容易是 一降6码 4码 2码都有 可是升起是很难的 升起都是一码一码慢慢来 可是升起一个循环 这次的升起循环 我们看的我抓的点是这样 它非常清楚很保守 1 2 通膨越来 还是没有压下 就3333 2 1 1 现在已经很清楚的 从一个常态分配到底了以后 升起循环基本上到底了 也就是说我上次有讲到说 5大概是一个适合的水位 没有想到 这一次一讲 它只是留了一个两码的空间 是担心这半年会有所谓的景气的变化 它并没有讲升两码 全部市场乱解读 我觉得应该就是到底 而降息循环 它主要是在告诉大家 不要强调我们现在要降息 现在降息会产生其他的问题 通膨还没有完全压抑 所以我要讲说 可能我之前有讲过 一个年初就还在升起到年中 年末就降息很难 因此我觉得明年可能1月就开始降息 而今年是持平 他在这边讲到第一个是Y 就是经济成长 不错 第二讲就业市场很稳定 也不错 照理讲这样子的话 那是不是我们就有保留一个 我们可以有再升起亚通膨的空间 因此他声明讲的说 长期通膨目标是否改变 他要维持2% 现在他认为还是要观望 因为他现在的CPI 这些核心指标还是有点高 他所以说保留一点空间 但是他当然不断的强调 中心率率是多少 他说是否有改变 他觉得这个区间现在暂时维持 其实他从5月到6月 大概话语大概没有差多少 但是大家可能后来有过分解读了 Anyway 我觉得现在MOMC的会议的重点很清楚 从上市到现在我觉得有延续性 他现在的升起 我们强调的就是他的升起的点阵图等等的 基本上我认为现在是持平 到夏季应该也持平 年底会不会升两码 除非世界上有很大的 包括我们通膨又开始压抑不住 又开始出现 包括我们现在大家知道 我们现在整个世界的消费力道很好 美国也有所谓的疏离性通膨 所以当然美国现在的通膨 已经低于他们过去的想像了 但是因为这次为什么他讲说 要保持两码的空间 是因为在上个月的这个 预期的通膨是3.6 结果出现的是3.9 只要市场中呢 比你预期 我们很强调expectation 强调对于预期呢 他就会恐慌 所以他留两码的空间而已 并不是强调说他要升起 所以大家从这个角度可以去判断 以后他的这个汇率啊股市啊 会怎么走势 可能跟他的这个决定 会不会升起是非常有关的 好 所以这个所谓两码 只是这个给黑市场打一下预防针 不是说真的要升起两码 那李老师根本就不会了 那明年就可以期待降息 那回头看我们咱们台湾 我们台湾当然这个 整个利率局的会议是暗并不断 我们的通膨没有那么严重 那通膨CPI-C是2.24% 比原来预估的高了一点点 那主要是比较担心GDP下修 没有办法保二 咱们台湾现在股市很好 但是其实下半年景气 跟得上股市节奏 股市还是景气 股市好景气还是这么差吗 聂老师 我觉得这个全球的景气 其实在现在看起来都不是很好 可是刚刚欣怡也有讲得很清楚 说后来的半年可能是国际间 因为解封之后的确是有个消费力道 台湾比较有个比较特殊现象 因为台湾毕竟还是一个 Excel-led country 就是出口导向的国家 这个是一个小型经济开放体系 其实我们非常倚重于外 我们其实这个对外的出口 依赖度是非常高的 尤其我们大部分的依赖 其实就是我们的对岸 当然我们这个有一个比较特别的 所谓两岸政治情势的复杂 造成台湾在这个地缘政治上 会受点伤害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景气灯号 这连续的八九次来 都是在出口出现 这个所谓的蓝灯 这是一个很不好的警讯 所以我们的预期 原来不管主机数或这个花费 都在预过我们大概2点出头 2.04等等 这次又在下修 显见的我们在 我们的这个所谓的 我们所有的经济的动能是有限 当然我们知道GDP里面 我再去强调一下四样重点 就C加I加G加NS 就消费 还有这个产业 那么还有第三个 当然就是政府支出 还有这个外贸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消费 我看到这个解封之后 是有不错的这个消费 但是我们的这个产业动能 并没有完全的启动 那我们政治支出暂时不谈 但是我们的进出口 的确在现在对我们的经济 是有一个冲击的 所以我们的经济 基本上不是这么的好 当然这个如果大家要谈到股市 经济一定会影响到股市 如果经济不好 那么股市就不会好 尤其产业的这个动能更重要 背离的很厉害 对 背离的很厉害股市 对 就背离的很厉害 我觉得是整个世界 尤其我刚讲到了 最近这一次就是AI的这个 讯息的带动 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 我觉得那个 我们的产业动能 如果它没有完全开启的话 实际上产业的获利就会减少 财产获利就要照理讲 股市不该这么的好 不过还有一个地缘政治 也是我们要考量的 因为其实我们一直 纷纷闹闹闹很多的 所谓的声音 造成我们台湾也要 尤其有一次 假设你的政治氛围 没有那么稳定的话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 稳定性不够 我们的外资就会capital flight 就会外资潜逃 那么外资一旦潜逃的时候 即便它在短暂 看来没有这个问题 那外资当然 短暂的金融账会进来 可是长期的甚至FDI的部分 造成产业动能没有办法提升 那迟早哪一天也会出问题 因此我觉得先稳定 台湾的政治和产业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好那这样 今天也出现一个新的变数 这个买房子的民众 我说哇好不容易觉得 现在房地产好像价格 稍微的 谈判的空间变大了 好但是现在央行 就是要加码打房 我们来看到这个央行的部分 这个是宣布 是六都跟新竹县市 所以是八个地区 那么第二户的话 整个贷款的成数是到七成 而且是没有宽限期 好这样这个政策出来之后 建商又叫苦连天 觉得就是在打压房市 不过政府本来就是希望 那个平易房价 这样一个最新的措施 对于整个房价 还有包括我们的房地产市场 你老是投资很多房地产 你觉得会有多大的影响 我觉得政府打房 其实当然它 我们讲这个居住正义 已经喊得非常久了 那么当然它配合了 内政部也好 财政部也好 在去年的五大打房措施 到现在平均地权 不断地打 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很招 是在2016年所颁布的 所谓房地合一税 去年还把它又更改了 改成了一个 另外一种版本的2.0版的 所谓的房地合一税的2.0版 非常清楚 那么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那么1.0版的时候 从45% 35% 一直到20% 10% 这样一个高税率 实际上对打房的人 会打到两种很重要的人 就是投资客里面的 一个叫做短超的投资客 还有一个就是 用高杠杆操作的投资客 那么短超的投资客 他发现很多投资客 非常聪明 他用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 就是什么大家应该清楚 就是他开始说 自然科这么重 我就去用法人投资 所以政府又不断地 一直丢出新的招式 但是这个刀高一 什么高一丈 那么他用了这个法人之后 他们就对法人 开始用所谓的 选择信用管制 好 那现在我觉得最重要 就是他把1年调整2年 2年调整5年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 让你短超的人 说你要持1年还可以 但持2年 持到5年就很痛苦了 这种人可能就慢慢被打倒 这是很标准投资客 打短 第二个是 所谓的杠杆操作 选择信用管制这些人 用银行的钱 来做操作的 但这些人 当然也被央行的打防 也打 大概也打跑了好一些 所以你会发觉 产业界 还有这个 我们讲投资业界 也就是之前 我想最严重 就是买红单 在这个 新屋交换的这些 这群大概打得差不多 当然在原物料 也上涨之下 也让产业非常的受伤 就是营建业 那因为我本身以前 学土木的 我的同学 所以就是营建业被打到 其实打到很严重 据我所知 因为我当然 我自己不经营营建业 但是我旁边的朋友 太多建商的负责人了 当然 买气下滑也是因为 他打的就是 最前线的 新屋转卖 大家预期会上涨 转手 买卖的这种 我认为是房市的投机客 就是投资客 我觉得他打得很重 这个是 这极确第一线影响到建商的 就是营建业的 不过我先强调一下 就房价会再下滑吗 再怎么打都不会 房价都会跌 问到重点 怎么打都打了一些投资 就打不到房 我讲 打房只有一样东西可以打到 选择信用管制也好 各种措施打出来 都是局部性打房 你做再多的社会住宅 也是局部性打房 我怎么分析呢 因为我分析这个蛮长远 就是整个台湾 就土地稀有性 第一就是有限 第二 台湾的油资这么的充沛 钱就是油 那有些人他房子这么多 他就不会随便出托 再差他也不会卖 所以我觉得 打不到这些人 所以怎么打房价都不会下来 我们讲市场 自租客 投资客 中间还有一个半自租客 拿来自租或偶尔投资出租 投资客有被打到 自租客不可能 但大部分还是自租客 投资客有可能炒作房市 让房价涨好快 可是自租客 只要这么大的盘 稳在这里 当投资客打掉 他房价还是不会涨 不过必须讲说 有些地方好像是被打跌了 我必须还要声明是 之前被预估有overshoot 有过度反应的 譬如部分园区的一些附近 从空地炒房 一下炒到二三十八很高的 这些一定会反转回基本面 是这些可能会被打到 要不然的话 房价我觉得将来 还是会精进涨的 OK 涨多修正 那么觉得房价 还是会精进涨 不过整体的基本面 现在听起来就不太好 就会让我去到一边 你再来就会 今天我去到达了 那天 有什么时候 我会想到 今天是决定的 那边 我会想到 我会想到 你不太好 我会想到 我会想到 感谢观看